躺在地上 袁警怎么劝 男子还是不断哭闹踢脚 就是不宽起来 这名男子吵着要吃面 躺在大马路中央耍赖 袁警好不容易将他带到旁边去 没想到他又乘空挡躺了回去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这样倒地大闹 铁门拉起锅炉也不开火 原来男子想吃的牛肉面店打烊了 他就躺在这边 躺在那边 到底有多好吃 让男子只因为晚了一步没吃到 就到地哭闹 香Q的面条配上大块牛肉及青菜 淋上大匙牛肉汤 最后撒上葱花看起来超美味 不说不知道 苗里厚龙交流到附近 其实有好多间隐藏版的牛肉面店 不少部落客写文章大推荐 甚至还会有外地客特地跑来品尝 清淡很好 以现代人的健康角度来讲 这个是很好 这一个区块牛肉面店家蛮多的 就灰干 灰干不油腻 虽然看起来汤面很油 可是他喝下去不会有油腻的感觉 但是想吃到这隐藏版的牛肉面 时间可得抓准了 因为地处偏僻 许多店家都只营业上午11点到下午1点半 即晚上5点到7点半两个重点时间 所以晚到的Lankia可是吃不到哦 记者龚玉德苗栗报导